再谈 玉雕的审美为何比天大 订阅玉园和甜玉每天学点新知识 什么样的玉石是美的 1000个人有一个个答案 刚进入玉石圈时 随便看到玉石上面雕刻有一些纹路 都觉得很美 看到翘色雕 觉得很震撼 美极了 过眼无数玉石 看过很多优秀玉雕师的作品之后 眼里就再也看不上 之前那些认为美好的玉石了 最开始不懂玉石的人 看淘宝或者地摊上几十块 上百块的也会觉得也很精致 后来逐渐认识增加 看到 摸到一些真品之后 就会很容易区分工艺和价值 大概这就是提高审美的方法 你看到了更好的 或者比更好 还更好的 自然就一步步识获了 玉雕多以线条构成 是与雕刻家对线条的 情有独钟和独特感受分不开的 玉石为谷 美在气韵 有气韵的玉雕作品 是会说话的 作为一件有气韵的作品 首先它应该是美的 符合我们大多数人 主体审美体验的 它要生动自然 含蓄流畅 最后应该是它 能够给我们一种视觉味道 一种想象空间 能够让人去悟 好的作品 总是伴随着气韵而生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佳作 都具备气韵生动的特点 对于玩玉人来讲 如何欣赏一件玉雕作品 是一件必学的功课 特别是是在当下 因为欲逐渐普及 从讨好顶端精英的喜好 变成符合大众审美帝普通物件 人们的审美需求变得越来越广 艳俗的美感也就变得更为普遍 不过这样的背景下 还是需要追求更深度的美感 该如何欣赏一件玉雕作品呢 艺术说白了就是形式的问题 为其细节显思想才是上品 一个不懂审美帝人 即便他富甲一方 却很难获得精神富足 有幸福感的人生 他们容易缺乏 对美帝感知和热爱 生活中自然没有了品质的追求 这些是金钱无法弥补的人生缺陷 拳拳一掌 盈盈盈盈的石头 其实是一个大千宇宙 这里面蕴藏的美感 很多人穷其一生 可能都无法感受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